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生肖在世间是不存在的 其中一个就是龙 龙我们用正体字来讲是这样的写法 可是用简体字来讲就不是了 它是变成一个 我不知道龙是用什么方式把它变成一个龙 不知道 可是我讲姓名学名字的奥妙在哪里了 龙这个字其实我们可以讲它不是人间之物 也有根据什么 它是站在月亮上的一条蛇 而且这个蛇是长脚的 所以这是一条龙 可是如果说简体来讲 这个字我就不知道怎么解析了 所以文字学真正讲它的造字是有很大的含义 也有很深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同胞们 你们是简体字 那是因为国家的政策 无所谓 可是你的正体字要搞清楚 这要多学一学 对你来讲我们认为 会让你对中国文化的含义的出处 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这边我要先讲的一个 再来我讲一个名字叫做许婷如 她是2013年生的 102年次是10岁而已 算是小妹妹很好 她是癸四年生的 对于这个蛇来讲 这个名字有几个地方都需要探讨的 第一个 言无许的五属火 癸四是蛇 水靠火 第一个 所以她在这个人生过程中 她比较属于这种酷妹型的 酷妹就是说不会笑 不容易笑 笑不出来的感觉 那第二个呢 丁属火 水火冲又靠到 所以她的内心来讲 她事情很容易 就是说做事想东想西的 不该她想来想 该她想她也乱想 所以对她来讲心性很不安稳 她是属于情绪很没办法克制 因为她是水克火 她克粗 所以对她来讲 她对她 她觉得怎么这么麻烦 怎么那么多讨厌的事情 再加上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儒是一个草 加上儒果的儒 我们知道文字学行义音很重 这个儒是常心儒苦的儒 辛苦的意思 这个含义就很不好 一个人做事的所有的结果 都是辛辛苦苦的 代表什么 这个事情很麻烦 而且可能赚不到钱 再加上又那么辛苦 所以变成白忙一场 不管这个字好不好 音编好不好 已经不重了 因为她这个含义 已经整个破掉了 所以她的名字 第一次大姓 盐巫许的盐很好 因为盐长龙 有蛇可以装动 所以母亲的缘很深 母亲的缘很深 父亲的缘就没有了 第二个字 其实蛇可以装动 她表达字 还有她的一套 可是结果不好 所以这种名字 对于一个女人家来讲 可惜就是这个含义出了问题 所以这是属于 一般来讲 属于不好的名字 这个建议还是要 稍微改一改 比较好 好吧 第二个我要讲 是叫吴坤明 1989年生的 78年 今天也34岁了 她的名字 整体上 有一些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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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化蛇添足 所以她的大姓 这边破了 那就是变得 她会老神经痠弱 以后会白头发 有双手的肩 肩胛做一双腰麻 第二个 坤这个日 蛇最怕见日 她脱臀皮 脱皮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她来讲 她讲话 还有一点怀才不欲 因为没法表达 表达出来又不得体 所以她的男性缘也没有了 表达不好 男性缘没有 人性关系又比较差一点 加上蛇的 我们讲匕首 其实也代表她的牙齿 两个牙齿露到那边也是有危机 第二个字不好 唯一好是什么 第三个字是个金 金在阴边是长鸡 鸡跟蛇跟牛走山河 所以她的阴边非常强 可是阳边有问题当年 其实这边有个人 这边有个人 这边有个口 所以对她来讲 她是一个有口福的人 会蛮的享受的 可是她的这边代表事业 这边事业出问题 虽然她的科研不错 有老板的名 可是老板的命没有 所以她不可以自己当老板 而且她第二个字不好 她人际关系不好 她也不能当老板 所以她唯一是什么 她最好到一个大的公家机关 或者是大的私人机关 都可以了 越大越好 只要是大 在里面做 她的工作 这一辈子就是说 不要太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因为你的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不好 可是起码你第三个字的阴边非常强 表示你还算是有福气的一个人 所以这种名字 对于一个男生来讲 可惜 她想要以一方作为 没有机会 所以今年34岁了 还走在坤这个字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她是杀生的比较重 她要过了 真正讲过了差不多47岁以后 她的运势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一直走到70岁都还不错 所以这个算是人生来讲还蛮长的 所以要记得她要好好的 就是说我们讲孝顺 对太太好一点 你对太太越好 太太帮助你越大 你的欺住很好 欺住很旺 你不要 凡是你做主 你做主 你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往往会出毛病 会出状况 所以这个名字是欺住很强的一个人 凡是听太太的话就没错了 这就是她的名字带来的一个结果 再来我要讲一个叫蔡姓娟 1966年生的 今年57岁了 差不多一家子快走完了 要走到蔡姓了 整个她的名字 在我的学里面看都很好 都很好 文艺不好就是娟了 娟不好在哪里呢 这就是个口 你看她的名字里面就一个口 所以马峰一口 马首四瞻 非常好 一口多一口就完了 第二个她是李志旁 李志旁的女孩子 她的运势往往会由第二个字来决定她的好与坏 第二个字上面是土 底下是个羊 只不过羊还没掌权 对于马来讲 火生土 她很热心 她为人 就是说 不与人计较 处处帮人 这个算是很热心的一个人 然后呢 因为羊跟马跟蛇走三会 虽然这个羊不成羊 可是对于马来讲 我看你就像只羊 所以这就是有羊的味道在里面了 不像你如果他是属羊 他看了一个羊是假羊 那就缩水了 就降格了 这个不是 他真的看就像一条羊 所以他有三会的格局是代表什么 他这个人际关系非常好 人际关系好 讲话要得体 所以又得人缘 这次就代表他第一个很甜 第二个就是很美 第三次很魅 所以蔡兴娟整个名字学里面来看 好名字 真的是好名字 唯一不好就是一个月亮这个月 月亮月其实它有两种解析 一种解析是月兔月兔 里面还是兔子 也代表那个肉的形 所以就是因为这么有一点点味道 就是让它的在我们讲合约 第三个字不音不羊的地方代表合约 在合约上有危机 因为肉对羊对这个马来讲 看得到吃不到 马不喜欢肉 那兔子来讲 刚才讲不是山河 刚刚这上次是对羊来讲 它是对马来讲是木来生火 也还不错 所以正常讲是因为它有个肉的形在这个地方 所以蔡兴娟的名字 正常讲从头到尾 非常好 也就代表 它唯一稍微注意的是疏弯管 还有筋骨 在这几个地方 要注意的 要注意要保养 否则筋骨会有痠痛 好吧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蔡兴娟 她算不错的名字 情路也好 结果也好 恭喜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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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